这是一个星际之门 只要穿过它中间的虫洞 就能到达某个遥远的星球 那里黄沙遍地 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1928年 一个考古队伍在埃及金字塔附近 挖出了一个圆形的石碑和一个巨大的圆环 而圆环下面还埋藏着一个奇怪的生物化石 很明显它们并不属于地球 而通过对圆环成分的检测 也证实了这一猜想 石碑上刻了很多类似于象形文字的外星符号 但经过多年的研究 没人能够破解 这天研究院的负责人凯琳来到小帅的讲座 他听说小帅是象形文字的专家 对其形成的历史有很深的研究 并且还怀疑金字塔的建造者并非第四王朝 因此凯琳想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队伍 讲座结束后凯琳找到小帅 并把研究院的事情告诉了他 小帅一听想也没想直接同意 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他要向诗人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 第二天凯琳带他来到基地 正巧碰到专家在翻译时背上的文字 小帅看了一眼 发现全是错的 直接上手帮忙改正 写出了正确的翻译 让凯琳肯定了他的能力 就在这时 杰克上校走了过来 随即向众人宣布 从今天起 这里将由他负责 说完转身离开 凯琳见状直接跟了上去 质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明自己才是项目的负责人 杰克并没有向他解释 而是直接说了 怕你失败 弄得凯琳一脸无奈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小帅查阅了各种资料 成功翻译了外围石碑上的文字 但中间那块圆形石碑上的文字 跟周围的文字并不相通 所以一直破解不了 却在他准备放弃时 猛然看到了报纸上的地图坐标 于是他将报纸上的坐标图案 与圆形石碑上的符号图案进行对比 发现它们一模一样 原来圆形石碑上的符号并不是文字 而是星系坐标的图案 小帅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众人 众人很是惊讶 毕竟这些专家们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 都没能破解这个难题 随后小帅告诉他们 整个石碑就是一个星系坐标图 它上面的七个点 描述了通往一个目的地的路线 而这七个点就是七个星系坐标 但目前他只找到了六个点 还有一个没有找到 听到这里 上校让手下打开密室 星际之门就这样出现在小帅的眼前 通过监视器显示的画面 小帅突然明白了 第七个点就是星际之门所处的原点 随着一个个坐标的输入 星际之门开始运转 整个基地发生了剧烈的晃动 当最后一个坐标输入完成时 星际之门内赫然出现了一层水墓 上校健壮立马派出探测器 想要获取水墓后的信息 探测器进去后 电脑上显示它的坐标在快速移动 短短几十秒就到达了银河系中的某个星球 这时水墓突然消失 探测器也失去了信号 根据探测器传来的画面 他们确定星际之门就是通往另一个星球的出入口 为了弄清楚星际之门的秘密 军方组建了一支探索小队 深入其中进行调查 小帅知道后主动请因 跟他们一同前往 临行前 凯琳给了他一条项链 当时发现星际之门时 凯琳就在现场 而项链是在星际之门旁边捡到的 他希望项链能保佑小帅平安归来 准备完毕后 星际之门再次被打开 他们陆续走了进去 进去后 他们的身体被分解成数个分子 快速地在涌道中前进 直到到达终点 身体才恢复成原来的形态 看着空荡荡的四周 队员们有些紧张 他们交错前进 直到出来后才发现 星际之门的另一个出口 竟然是在一座金字塔内 而周围是无尽的沙漠 随后他们开始安营扎寨 分析周围的环境 就在大家忙碌时 杰克偷偷跑到金字塔内 安装了一个爆炸装置 一旦发生意外 他将摧毁金字塔 保护地球的安全 与此同时 补充能量的小帅 突然发现了一排硕大的脚印 他追着脚印的足迹 一路向前 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动物 他没忍住好奇心上前查看 结果惊了动物 动物将小帅半岛 一路带进了沙漠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 小帅晕了过去 动物件状好心地把它填醒 等杰克等人赶到时 众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不远处的山坡上 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挖掘石矿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 一些工人发现了他们 于是他们就上前打招呼 发现对方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这时一个工人看到了小帅的项链 念了一句太阳之眼 众人听到后纷纷跪倒在地 士兵用探测器检测了一下 他们挖掘的矿石 发现与星际之门的材质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 他们的组长赶了过来 见到小帅等人 组长的态度非常虔诚 但由于语言不同 两方无法交流 组长让人给他们滴了水 作为回报 小帅给组长送了巧克力 从来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食物 组长非常兴奋 随即邀请他们到部落做客 为了弄清楚这群人的身份 小帅等人跟着他们回到了部落 到了部落才发现 小帅项链上的图案 跟他们的组绘一模一样 他们误以为小帅等人是神灵现世 因此对他们如此尊敬 随着一声号角响起 大家躁动了起来 并迅速关闭了大门 原来是沙尘暴来了 沙尘的袭击阻断了他们的通讯设备 无奈他们决定留下过夜 而另一边营地的士兵苦不堪言 沙尘暴摧毁了他们的帐篷 没办法 他们只能跑到金字塔里避难 到了晚上 士兵们正在休息 地面突然晃动了起来 一艘飞船缓缓地降落 将金字塔笼罩了起来 士兵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分头行动 四处查探 结果给了敌人可乘之机 全部被狗头人打晕带走 而此时部落里的情况恰恰与之相反 小帅等人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组长给他们准备了一桌子美食 吃完饭后 小帅想向组长打听关于这个星球的知识 结果刚开口就被一群人直接带走 他们把小帅带到房间 随后送来了一个美人 看着美人在眼前宽衣解带 小帅慌了 赶紧把他推了出去 结果发现组长一群人站在门前 他们以为小帅不满意 吓得直接跪了下来 小帅见状只好假装满意 搂着美人回到屋内 小帅向美人介绍了自己 然后在地上划出了金字塔的图案 美人看了一眼后 带着小帅来到一个密室 在这里 小帅发现了星际之门的秘密 几千年前 一个来自遥远星球的外星人 从正在毁灭的行星上逃难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的身体开始衰老 为了延续生命 他不断地在银河系探索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来到地球 然后发现只要寄生在人类体内 他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 于是他霸占了一个年轻人的身体 而且利用这个身体成为了人类的统治者 称自己为太阳神 随后他创造了星际之门 并把成千上万的人带到这里 让他们帮他开采矿石 因为这种矿石可以让他获得永恒的生命 但后来地球上发生了变故 人们起义造反 而星际之门就此被埋藏在地下 为了防止后人知道真相 太阳神摧毁了所有相关的数集 知道真相后 小帅把杰克等人叫了过来 告诉了他们星际之门的秘密 并在最里面的墙上 找到了六个返回去的星系坐标 第二天一早 天还没亮 小帅等人就启程返回营地 等他们到达营地后 发现此时的金字塔被一个飞船笼罩 为了寻找其余的士兵 杰克想都没想就带着他们冲了进去 结果刚进去没两分钟 就受到了敌人的袭击 见敌人实力太强 杰克带着小帅来到之前放置炸弹的地方 想要摧毁这里 结果打开盒子一看 炸弹没了 这时头顶的门忽然打开 几个狗头人来到他们的面前 知道对方实力强悍 两人放弃了抵抗 之后被狗头人带到了大殿 随着内门缓缓打开 一个穿着铠甲的男人被簇拥着走了出来 他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 男人坐下后 手下的小兵把杰克安装的炸弹抬了上来 原来是他们拿走了炸弹 随后男人抬了下手指 狗头人们纷纷把面具收了起来 露出了跟普通人一样的面孔 看着太阳神收起了面具 众人纷纷跪了下来 杰克趁此机会发起反抗 小帅为了保护他被炮弹击中 而他最终也被小兵打晕丢进了水牢 看着小帅脖子上的项链 太阳神知道他们一定接触了部落里的人 于是派战机袭击了部落 在炮弹的攻击下 部落里的人死伤惨重 而原本死掉的小帅从棺材里醒了过来 醒来后他发现自己在太阳神的寝宫 于是好奇地问自己不是死了吗 为什么又活了过来 太阳神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而是告诉他他准备将炸弹的威力提升百倍 然后丢回地球 亲手毁掉人类世界 不过在此之前 他要杀了杰克等人 为自己树立威严 而且要小帅亲自动手 不然他就杀光部落里的人 可太阳神不知道的是 在他威胁小帅的期间 部落里的人已经转变了观念 决定起兵造反 第二天在太阳神的号召下 星球上的所有人都到达了现场 当小帅拿着武器向杰克等人靠近时 男孩拿出镜子向小帅疯狂暗示 小帅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在武器打开的瞬间 他转身对向太阳神 与此同时 部落里的成员拿出武器 一时间现场乱成一团 小帅等人则趁乱逃走 顺利回到部落 救回小帅他们 男孩很是开心 为了纪念此次战争的胜利 他在墙上刻下了特殊的符号 小帅走近一看 发现那就是第七个星系的坐标 虽然找权了回去的坐标 但杰克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潜在的危险还没有解除 炸弹在太阳神手里 如果他真的利用炸弹摧毁地球 那他们将会是千古罪人 想要回去 必须先消灭太阳神这个隐患 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 先是唤醒众人的反抗意识 然后假装送矿石的工人 偷偷潜入金字塔内 来个理应外合 结果没想到的是 在行动中 太阳神直接命人关闭了金字塔 外援进不来 他们只能靠自己 解决了几个小兵后 杰克来到星际之门前 看到了自己的炸弹 他将炸弹组合起来 启动了计时器 七分钟后 炸弹将会爆炸 这时敌人闯了进来 一枪击中了美人 直接送他领了盒饭 为了救美人 小帅带他来到太阳神的寝宫 想用那口棺材复活他 中途一切都很顺利 但在回去的途中 不小心被太阳神抓到 只见太阳神一把按住了小帅的头 想用身上的神力摧毁小帅的大脑 与此同时 杰克跟太阳神的爱将打了起来 几个回合后 杰克渐渐占了上风 爱将见情况不对 直接召唤了传送阵 结果却成了让他送命的武器 而小帅这时 也一把拽下了太阳神的项链 然后躺进传送阵里 顺利逃过一劫 奴隶造反 爱将惨死 太阳神剑大势已去 选择逃离这个星球 这边杰克想要关闭炸弹 结果发现炸弹被太阳神做了手脚 无法暂停 关键时刻 美人醒了过来 二人寻生望去 正巧看到了尸体上的开关 于是他们启动了传送阵 将炸弹送到了太阳神身边 随着剧烈的爆炸 太阳神从此消失在世间 太阳神消失 人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从此获得了自由 影片最后 星际之门再次被打开 杰克带着众人返回地球 而小帅则为了美人留了下来 带着这个星球的众人 重建新的家园 一艘巨大的战斗飞船 缓缓地向地球靠近 这是纳粹一族 向美国发起的第三次攻击 二战结束后 纳粹一族并没有被完全消灭 活下来的人乘坐宇宙飞船 逃到了月球背面 在那里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基地 企图在未来的某天反攻地球 就在他们为此努力地做准备时 一艘航天器降落在月球表面 两名宇航员奉美国总统的命令 前来月球寻找亥三 看着眼前的一幕 宇航员惊呆了 就在他召唤同伴之际 一名纳粹士兵突然从他的身后出现 一枪送他领了盒饭 同伴小黑健壮拔腿就跑 结果刚跑两步 航天器就被士兵摧毁 他们抓了小黑 并把他带回了基地 听说抓到了一个来自地球的嫌犯 元首激动地跑了过来 可当他看到小黑的容貌时 元首愣了 心想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黑的人 由于他们长期待在月球 接触的都是同族的白人 突然看到小黑 他们有些疑惑 为了弄清楚小黑的物种 元首让阿德勒去找他的未婚妻艾米 艾米是这里唯一的老师 也是这里唯一一个对地球感兴趣的人 阅读了大量的跟地球有关的书籍 而且还精通地球语言 因此元首想让艾米帮忙审讯 就在阿德勒找艾米时 小黑趁士兵不注意 捡起地上的头盔发动反击 一下就干翻了众人 随后跳到了对面的飞船上 就在他嘚瑟地向元首挑衅时 一下被身后的齿轮撞倒 掉进了一个管道里 好在小黑壮士身体并无大碍 此时阿德勒正带着艾米赶往前厅 知道要见地球人 艾米有些紧张 阿德勒刚想借机调戏一下艾米 头顶的铁窗突然掉落将他砸晕 小黑从上面跳了下来 见四周无路可逃 他直接打开了墙上的开关 艾米见状赶忙上前阻止 但还是晚了一步 空气闸门被打开 两人被巨大的引力吸了进去 好在小黑反应迅速 及时抓住了铁栓和艾米 危机时刻小黑凭借着强大的臂力 将艾米甩了回去 然后关闭了闸门 两人这才有惊无险地活了下来 经历了刚才一遭 小美的衣服开了 还没等他收拾好 阿德勒就带人赶了过来 见小美一身不整 阿德勒以为小黑对他做了什么 当即掏枪就要处决小黑 小黑为了保命 说自己认识美国总统 听到这儿 阿德勒决定放他一马 随即让部下将他送到博士的实验室 他们怀疑小黑是地球派来的间谍 但小黑却表示自己只是个模特 阿德勒不信 拿出了小黑手机 问他 这难道不是某种窃取装置 小黑告诉他 那只是他的手机 也可以说是电脑 听到这话 旁边的博士笑了 并非常坚定地表示 这不是电脑 眼前这个巨大的机器才是电脑 博士觉得小黑的脑子有问题 为了帮小黑治疗 博士给他注射了一剂某种药剂 与此同时 远在地球的总统非常愤怒 他为了能够连任听信了秘书的鬼话 将小黑两人派到了月球寻找亥三 想以此向众人证明他的能力 可如今两人失踪 他不好向大众交代 更怕影响自己总统之位的竞选 秘书也很无辜 他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莫名被总统骂了一顿 他有些不爽 于是把怒火转移到了下属身上 这边艾米正准备休息 阿德勒找了过来 并向艾米求婚 艾米是博士的女儿 也是这里最富有智慧的女人 阿德勒想继承元首之位 就必须取艾米为妻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博士发现小黑并没有说谎 手机真的是个电脑 而且比他们的电脑运行速度更高 可以驱动他们的秘密武器诸神号 看着眼前的景象 元首很是欣慰 他们想要征服地球的愿望 终于可以实现 可就在这时 手机没电了 机器又安静了下来 为了寻找更多的手机来驱动诸神号 阿德勒决定前往地球 但元首并不同意 他觉得阿德勒的想法有些冒险 就在他们争执时 艾米偷偷跑到了实验室 上次见面后 他对小黑更加感兴趣 想对小黑进一步了解 小黑对这个有过一面之缘的女人也很好奇 很快两人聊了起来 正聊得尽兴时 艾米听到有人过来赶紧躲了起来 他悄悄一看 原来是博士回来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 元首决定同意阿德勒的请求 并让他带上小黑一同前往地球 为了防止小黑中途逃跑 博士给小黑注射了一种毒药 毒药改变了小黑的皮肤 让他变成了白人 但此事小黑本人并不知道 就这样 他们一群人乘坐飞船来到地球 等他们到地球时才发现 艾米不知何时悄悄躲进了飞船 跟着他们一起来到了地球 正当几人说话时 一个妇女拿着冲锋枪走了过来 对着他们就是一通扫射 因为他们的飞船压坏了妇女的麦苗 为了尽早地赶到白宫 他们想向路边的青年借车 看着跟自己同种肤色的青年 小黑信心满满地走了上去 可谁知下一秒 青年们纷纷掏出了枪 小黑一看才知道 阿德勒竟然在偷车 无奈他转身就跑 回到车上 小黑非常愤怒 他谴责两人的偷车行为 正说着 无意间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 发现自己的肤色变了 小黑彻底崩溃了 在那不停地咆哮 阿德勒忍无可忍 直接用武力镇压 由于白宫守卫森严 他们根本进不去 没办法 他们绑架了总统的秘书金姐 阿德勒向金姐表示 她是来自月球的纳粹将军 想跟总统合作 她愿意帮总统统治地球 而作为交换条件 总统也要帮助她 得到月球的领导权 还让艾米演讲了 他们的合作宣言 听到他们是纳粹的残余势力 金姐有些震惊 但更多的是 被阿德勒的魅力吸引 她喜欢有野心的男人 于是带他们面见总统 并让艾米在总统的面前 演讲他们的合作宣言 因为她知道 总统这段时间 一直在为演讲发愁 而艾米的那番宣言 正好可以帮助总统 正如金姐所想 总统采取了艾米的演讲 获得了大众的喜爱 成功继任 金姐告诉阿德勒 总统决定跟她合作 阿德勒听后非常开心 正当阿德勒以为 自己的计谋得逞时 殊不知 远在月球的元首 已经看穿了她的野心 集结了部分军队 准备向地球发动攻击 此时的阿德勒 还沉浸在喜悦中 跟金姐两人吻得难舍难分 可当她抬头一看 整个人都愣了 远在月球的元首 此时正坐在她的眼前 元首命令手下 将金姐拉出去枪毙 随后开始对阿德勒进行审判 与此同时 艾米在街上闲逛 碰到了分别已久的小黑 那天他们绑架完金姐后 就把小黑扔了下去 看见艾米 小黑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随后在街上大喊艾米 是纳粹余孽 艾米见状一把将她撂倒 紧接着一个泰山压顶 成功将小黑制服 这时一个警察正巧路过 将两人带回了警局 小黑告诉警察 她是黑人 而艾米则是来自月球的纳粹余孽 那里还有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 随时准备向地球发动攻击 听了小黑的话 警察并不相信 还觉得她的智力存在问题 将她赶了出来 艾米知道是他们害了小黑 为了解决小黑的肤色问题 艾米决定带她回去找阿德勒 于是就看到了眼前的一幕 见行事不对 艾米立马表明立场 怒斥阿德勒是个叛徒 还表示自己从此与她决裂 见她如此识时务 元首很是开心 随即掏枪想要解决阿德勒 危机时刻一阵枪声响起 原来金姐没死 她解决了士兵并抢了士兵的枪 帮阿德勒扭转了局面 看见倒在眼前的元首 阿德勒直接上前拿走了她的权杖 随后转身离开 刘金姐一个人愣在原地 回到月球后 阿德勒下令向地球发动攻击 随着一架架战机飞出 这场战争正式打响 他们集结在纽约上空 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城市中央 只见飞船随手一轰 自由女神像被直接摧毁 底下的群众见状吓得四处逃窜 记者本想拿出职业精神进行实时报道 但坚持的没一分钟 就被掉落的炸弹吓得跑到了一边 看着电视中的内容 总统没有愤怒 反而非常兴奋 因为这样一来 群众就会更加的依赖她 她的总统职位就会更加稳定 总统知道金姐被阿德勒欺骗了感情 于是她让金姐负责指挥军队发起反击 在金姐组织部队的同时 总统召集了各国的领导 组建了一个临时指挥士 等一切准备就绪 金姐坐着飞船开始出发 看着阿德勒的照片 金姐一刀扎了下去 她要让阿德勒为她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不一会儿 两方人马就在太空相遇 看见阿德勒的军队 金姐直接给出了漂亮的一击 打落了一架飞船 但很快她也遭到了重创 虽然纳粹的飞船不先进 但他们的数量庞大 面对一群飞船的围攻 金姐有些招架不住 立马请求支援 就在这时 各国的飞船加入了战斗 他们想要借机上位 撼动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虽然总统非常愤怒 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 但目前的状况特殊 只有团结合作才能消灭纳粹 见情况不妙 阿德勒驾驶飞船返回了基地 他召集了所有族人 告诉他们元首被地球人所杀害 为了给元首报仇 他将成为新的元首 带领众人摧毁地球 由于他有权杖在手 众人相信了他的鬼话 高呼阿德勒万岁 为了能够取得绝对胜利 阿德勒决定启动诸神号 诸神号是世界上最大的战斗飞船 任何武器在他的面前都不堪一击 他将带回来的电脑交给博士 并告诉众人 20分钟后诸神号将会启动 而此时 在多国战舰的围攻下 纳粹的飞船被一步步逼回了月球 为了斩草除根 他们紧随其后 跟着纳粹的飞船一起来到了月球 纳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 驾驶飞船顽强奋战 但在多国的战舰面前 它显得那么渺小 随着一发发炮弹轰出 纳粹的飞船被全部击落 金姐看着眼前的基地 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随即一声令下 无数炮弹向基地射去 而此时的基地内部 博士成功将电脑 与诸神号的系统链接了起来 随着地面的抖动 诸神号破土而出 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 各国的飞船显得微不足道 看着外面的飞船 阿德勒直接推动了发射开关 月球被瞬间炸成了碎片 随后他将目标瞄准了地球 危机时刻 小黑摧毁了核心装置 原来在金姐袭击元首时 两人悄悄溜了出去 知道阿德勒的邪恶计划 两人商量了一下 决定不能坐以待毙 于是他们偷偷地跑回了月球 为了阻止诸神号启动 他们两个兵分两路 小黑去控制室摧毁核心装置 艾米则去作战室劝说阿德勒 小黑打倒了博士 暂停了系统运作 可还没等他彻底地将系统关闭 博士就爬了起来 两人扭打在一起 危机时刻 艾米打开了纳粹族的国歌 纳粹人对国歌有绝对的忠诚 听到国歌立马停下了手中的事物 把手高高举过头顶 见博士敬礼 小黑趁机反击 三两下就将博士打倒 而这边艾米也跑到了作战室 看着艾米拿枪指着自己 阿德勒并没有投降 而是一脚踢碎了旁边的大灯 烟雾瞬间冒了出来 他趁机夺走了艾米的手枪 转变了两人的角色 面对自己最心爱的女人 阿德勒非常愤怒 就在两人对峙时 艾米看到了旁边的漏电装置 于是心生一计 他哄骗阿德勒后退 成功将阿德勒电晕 可奈何阿德勒意志强大 还没等艾米暂停飞船 他就爬了起来 混战中 艾米抓起掉落的高跟鞋 冲着阿德勒就砸了过去 结果一下击中了他的头 就这样 阿德勒死在了艾米的高跟鞋下 同一时间 小黑取下了电脑 整个飞船失去了动力 急速地向下撞去 随着诸神号被摧毁 这场战争也就落下了帷幕 取得了胜利 总统们发出了胜利的欢呼 金姐在月球上发现了大量的亥三 庞大的数量足以满足 一国数千年的能源需求 为了抢夺资源 总统们开始纷纷邀功 最后直接打了起来 与地球的混乱不同 被战争洗礼过后的月球 则是一片平静 艾米从废墟中站了起来 虽然他们死伤惨重 但值得庆幸的是 一些妇女跟孩子活了下来 经历了战争的残酷 艾米劝众人要放弃心中的仇恨 孩子是他们的未来 如果不开导他们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后 悲剧会再次上演 就在艾米讲话时 小黑来到了他的面前 原来小黑也没有死 他们都在战争中活了下来 影片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 这部片子可以说是一部 带有科幻色彩的清洗剧片 特效精良 战争场面宏大 还带有一些无厘头的搞笑 让人震撼的同时 还能保持愉悦的心情 男人为了让女人 相信自己拥有不死之身 直接用刀切断了手指 并当着女人的面吃了下去 下一秒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手指竟然真的长了出来 男人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骗女人 去地球的中心取回圣杯 好用圣杯里的能量启动飞船 逃离这个即将毁灭的月球 几年前 月球纳粹再次攻打地球 人类为了反抗发动了核战 战争结束后 地球被核辐射笼罩 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无奈 人类只能寻找新的家园 在月球的背面 有一个军事基地 里面居住着在战争中 存活下来的纳粹族人 艾米是他们新的领袖 与女儿黑妹共同管理基地 这天他们发现有不明飞船靠近 艾米担心是外族入侵 于是决定将其摧毁 但黑妹并不赞成她的做法 为此两人吵了起来 见母亲态度强硬 黑妹直接跑了出去 她先是关闭了电源 避免母亲他们发动攻击 随后又来到吊塔上 把即将坠毁的飞船拉了起来 飞船停稳后 米尔带着一群人类 从里面走了出来 见他们是来避难的 艾米并不打算收留他们 因为基地资源匮乏 目前只够他们自己使用 没有多余的东西来养活这些难民 在艾米下驱逐令时 一旁的黑妹站了出来 并强烈要求艾米留下他们 傲不过女儿 艾米只能暂时同意将他们留下 黑妹之所以如此坚持 一方面是因为她同情心泛滥 另一方面是因为 她看中了米尔的能力 米尔是个机械师 他们乘坐的飞船 就是米尔一手创造的 黑妹刚刚偷偷打开了 飞船的引擎室 发现里面的设计非常精巧 月球虽然没有像地球一样 被核辐射笼罩 但它会时不时的发生月震 基地的运行系统年久失修 一旦发生月震 系统就会暂停工作 气压下降 人们呼吸困难 每次都是黑妹挺身而出 他们才坚持到现在 最近月震越来越频繁 黑妹有些力不从心 急需一个帮手 而米尔就是这个合适的人选 虽然基地的条件非常艰苦 但还是有一些上层人士的存在 他们成立了一个信仰乔布斯的宗教 每天无所事事地拿着手机祷告 大胡子是他们的教主 为了磨练信徒的心性 他制定了一个奇葩的规定 教徒们只能用手机看经文 不能用来做其他的事情 大胡子用电脑绑定了他们的手机系统 能随时查看他们手机的使用情况 一旦发现有人用手机越狱 他就会启动手机里的自爆程序 炸死手机的主人 又有一个教徒越狱了 大胡子直接启动了手机的自爆程序 炸死了教徒 而这一幕正巧被赶来的黑妹看到 黑妹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 自然接受不了这种倾贱生命的行为 他拿起地上的锤子 直接敲碎了宗教的大门 然后霸气地走了进去 怒斥大胡子的行为 正当他与大胡子争治时 突然看到了一旁的艾米 艾米得了病 身体越来越差 他之所以前来祷告 是希望神灵能够在自己走了之后 保佑基地的安全 他知道基地即将崩溃 如果再想不出应对之策 所有人都会面临危险 看着面前虚弱的母亲 黑妹非常心疼 他只能努力修补丽亚号的残骸 争取在月球毁灭前 带着所有人离开 晚上他偷偷潜入米尔的飞船 想把引擎里的布局结构临摹下来 可就在他画到一半时 一个神秘人从飞船里走了出来 黑妹看到后直接跟了上去 见神秘人进屋 黑妹举起手中的扳手直接冲了进去 结果中了埋伏 被对方一锤子打晕 醒来后黑妹惊奇地发现 神秘人竟然是前月球的元首 但元首不是已经死了吗 看着黑妹疑惑的眼神 元首笑得非常得意 但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 黑妹挣脱了束缚 对着他直接冲了上来 见自己不是黑妹的对手 元首只能跪地求饶 他拿出一个金色的巧克力 告诉黑妹这个可以挽救他的母亲 抱着适适的心态 黑妹将巧克力拿到艾米面前 见他还在咳嗽 黑妹拨开巧克力的外壳 为他吃了下去 下一秒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艾米的瞳孔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人瞬间年轻了许多 看着母亲的变化 黑妹非常惊讶 他来不及多做解释 直接跑回了房间 黑妹质问元首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居然能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元首告诉他 巧克力叫弗瑞亚 是一种神奇的能量 能为飞船提供动力 也能让人长生不老 为了让黑妹相信自己的话 元首给他演示了一遍 他切掉自己的手指 然后再把巧克力吃进去 没一会儿 新的手指就长了出来 紧接着元首告诉黑妹 他不是人类 而是能够长生不老的外星生物 弗瑞亚是他们特有的能源 几千年前 他跟两个哥哥意外来到地球 那时的恐龙还没有灭绝 他二哥想试图跟恐龙交流 结果一不小心被恐龙吃掉 虽然失去了一个兄弟 但同时他们也发现 这个星球上没有智慧生物 他们将会是这个星球的主宰 于是他们留了下来 并创造了亚当和夏娃 也就是我们人类的祖先 不过好景不长 地球跟宇宙中的一颗小行星 发生了碰撞 没办法 他们只能带着东西 躲进了地球中心 而那些能源 也被他们藏在了那里 元首之所以告诉黑妹这些 是希望黑妹能够前往地球中心 取回圣碑里的能源 拯救人类 黑妹虽然不相信元首有这么好心 但还是愿意一试 随后他找到米尔 让米尔驾驶飞船送他过去 就在他们准备出发时 被大胡子拦了下来 原来刚刚大胡子偷听了 他跟元首之间的谈话 打算跟他一同前往 没办法 黑妹只能带上他 一群人来到门口 又碰到了正在执勤的光头 光头是基地里最强悍的男人 出于安全考虑 黑妹让他也加入了队伍 就这样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乘坐飞船 前往地球中心 到达目的地后 米尔让黑妹配合自己降落 结果黑妹由于不熟悉飞船的操作 按错了按钮 导致飞船失控 歪打正着 坠入了地球的中心 从飞船出来后 众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这里植物茂盛 景色秀美 哪里像是被核辐射笼罩的地球 远处的天空中 还悬挂着一个微型太阳 回过神来后 黑妹赶紧将地图拿了出来 由于没有网络 大胡子的手机形同虚设 没有导航 没有指南针 他们一时间不知道往哪走 这时米尔掏出了随身携带的诺基亚 诺基亚里有自带的指南针小程序 不需要网络也能运行 见黑妹感兴趣 米尔还热情地向黑妹介绍了 诺基亚的其他功能 让黑妹对她爱不释手 要不是有任务在身 她绝对会坐下好好研究一番 有了指南针 他们确定了圣杯所在的方向 收拾好东西后 他们拿着地图开始出发 与此同时 地球中心的掌权者们正在聚餐 丝毫不知道黑妹等人的到来 女人见众人不搭理自己 直接站了起来炫耀自己的功绩 她曾是米国的总统 地球毁灭后逃到了这里 正说着希特勒走了过来 他是维利人的领袖 也是元首的大哥 看见总统 希特勒非常生气 就是他挑起了战争 才导致地球被毁灭 见希特勒指责自己 总统站起来试图为自己辩解 结果没想到这一举动惹怒了希特勒 希特勒直接下令 让手下将他五马分尸 这边 黑妹他们顺着地图 一路来到了维利人居住的城市中心 还在人群中看到了乔布斯 偶像就在前方 大胡子等人非常激动 不顾黑妹的阻拦直接扑了上去 黑妹见状带着米尔两人转身就跑 结果刚拐弯就碰到了这里的守卫 光头让黑妹两人先走 自己留下来断后 他虽然强悍 但也不是两个恐龙的对手 很快就被对方制服 看着他们被抓 两人心生一计 抢了两套守卫的衣服 伪装成守卫的样子 然后前往城市中寻找圣碑 另一边 乔布斯把大胡子等人带到了希特勒面前 为了保命 大胡子拿出偷拍元首的照片 跟希特勒进行谈判 这么多年以来 希特勒一直在寻找弟弟的下落 见他有弟弟的照片 希特勒同意放了他们 但大胡子必须要说出弟弟的下落 大胡子打开手机里的地图 将月球的位置告诉了希特勒 但他没想到的是 希特勒竟然出尔反尔 得到想要的答案后 直接让手下吃了他们 将大胡子等人解决后 乔布斯把目光转向了光头 逼光头说出黑妹等人的下落 光头宁死不屈 危机时刻 他逃脱了铁链 跟乔布斯打了起来 光头不愧是月球最强的男人 他打倒了乔布斯 直接跑了出去 与此同时 黑妹两人成功找到了安置圣碑的密室 并用援手的断手指打开了大门 看着高塔上的圣碑 黑妹脱掉了身上的盔甲 直接爬了上去 好在周围没有什么机关 黑妹顺利地将圣碑取了下来 失去了圣碑里的能源 那颗悬挂在空中的微型太阳 直接坠了下来 意识到情况不对 两人驾驶恐龙车直接离开 正巧被赶来的维利人看见 见两人要跑 他们拿着枪驾驶恐龙车紧随其后 跑出来的光头 正巧看到了米尔 转身直接跳了上去 就在他们一路飞奔返回原点时 微型太阳坠落 直接砸断了悬崖上唯一的出路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黑妹离得近 凭借惯性直接跃了过去 米尔两人则是被爆炸的冲击力打到了半空 最终落到了悬崖的对面 三人成功跃过了悬崖 看着掉下去的追兵 他们心里一阵后怕 直接驾驶飞船返回月球 失去圣碑 地球中心将会被毁灭 为了夺回圣碑 希特勒驾驶沉睡已久的巨型飞船追了过去 黑妹回到基地 还没来得及跟母亲叙旧 援手就过来向她索要圣碑 黑妹觉得她居心不良 并没有交出去 其实黑妹猜得没错 援手让她取回圣碑 并不是为了拯救人类 而是为了用圣碑里的能量 启动飞船逃离月球 为了逼黑妹交出圣碑 援手挟持了她的母亲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 基地发生震动 艾米趁机摆脱了援手的前置 这时铁门被霸王龙撞破 希特勒骑着她走了进来 看见希特勒 援手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但希特勒此时并不待见她 直接让霸王龙一个神龙摆尾 将她扇飞 见希特勒向他们逼近 艾米为了保护人类 喝了一口圣碑里的能源 然后化身为超级女战士 一脚干死了霸王龙 而希特勒也被落下的铁箱砸死 月阵即将来临 黑妹赶紧组织大家登船 就在这时 援手醒了过来 她趁艾米不注意 一枪打中了艾米 黑妹想冲过去救母亲 结果被米尔两人拉住 拽回了飞船 看着眼前的难民 黑妹纠结了一下 决定放弃母亲 含泪启动了飞船 就在人们兴奋地以为 可以逃出生天时 元首架着希特勒的飞船追上来 向他们发动了攻击 由于他们乘坐的飞船是运输船 没有武器 所以没办法发动反击 只能不停地躲避 看着元首那张嚣张的嘴脸 黑妹灵机一动 刚刚元首说她用大胡子的手机 连接了他们飞船的通讯系统 那么说明手机在她手里 于是黑妹让米尔拿出了她的诺基亚 黑进了手机的系统 然后启动了里面的自毁装置 就这样 手机发生爆炸 元首连同飞船一起 坠入了深渊 元首死了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黑妹他们取得了胜利 开始寻找新的家园 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相处 黑妹对米尔产生了情感 两人最后走到了一起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部电影的风格比较小众 如果你是个充满幽默感 喜欢戏谑的人 那么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电影 因为你会看到很多梗 导演独特的玩法 会让你笑得停不下来 好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2023无精携手杰森斯坦森主演 好莱坞科幻大片 锯齿沙2 震撼上映 全程高能无尿点 话不多说我们正片开始 张九明是一家私人海洋研究所所长 而他的好搭档 是他的姐夫郭达 俩人一个台前一个幕后 共同为海洋事业奉献心血 今天是研究所的十周年庆典 张九明走上台前向大家介绍 锯齿沙是白俄纪时期的远古物种 能存活到现代 只因为海洋深处有一片温月层 那里不知保存了众多远古物种 还像结界一样保护了他们 几年前 海奇意外闯出温月层 奄奄一息时被张九明救下 从此就生活在研究所里 张九明为了证明 自己和海奇有特别的感情 甚至要和海奇一起游泳 郭达赶到探测去劝他 锯齿沙无法被驯服不要冒险 可也劝不下来 只能看着海奇越游越近 还无视张九明的沟通信号 锯口一张 张九明狼狈地回到所里 但他却只觉得这是个意外 毕竟这一周海奇有许多反常行为 很快他们就开始规划 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的深海作业 但这次梅英却闹着要跟他们一起 梅英是郭达妓女 也是张九明的侄女 由于他的母亲早逝 郭达和张九明对他关怀备致 甚至允许他参与各个项目 很快就到了出发的日子 一行人来到夏潜控制中心神力一号 深海作业过于危险 郭达坚持不让梅英上潜艇 他们分成两组一次下水 下潜到四千多米时 梅英却突然出现在郭达的驾驶舱内 郭达第一时间想把他送回岸上 梅英却说 这是他们第26次探索海沟 一般都不会有风险 而且他自己已经备好了潜水装备 郭达刚安顿好梅英 中控就发出了警告 有只锯齿杀正飞速靠近他们 张九明很快发现那就是海奇 原来他们前脚离开研究所 海奇后脚就闯出了饲养时 他们无法预判海奇的行动 只能尽快加速向温月层开去 试图以此阻隔海奇进入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 温月层并未阻挡海奇的脚步 他依旧紧紧跟在潜艇身后 潜艇上配备的驱逐设备正在开启 但在开启过程中 他们很快发现了另一只锯齿杀 他们本来是独居动物 很少结伴而行 但眼下却像被神秘力量召唤而来 张九明兴致勃勃地表示 要跟随他们一探究竟 郭达担心梅英的安全 当即表示反对 最后还是拗不过张九明的性质 只能临时规划航线探索更深的海域 很快他们就发现锯齿杀聚集的原因 是因为到了交配的季节 但同时他们发现 不远处还有一座不知名海洋基站 并且还在运作 几人当即决定向基站靠拢 看看对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此时的基站附近的海沟里 正有一队人似乎在开采矿石 潜艇里的都工也发现了郭达一行 为了不让神力一号发现他们 都工小胡子竟然不顾工人死活 直接引爆了附近盐矿 剧烈的爆炸引发了山体滑坡 还把温月层的结界打破 郭达眼看躲不过去 就只能硬着头皮闯过去 巨石在海中横冲直撞 潜艇避之不及受损严重 与中控的联系很快就断了 眼看通讯断开 麦克当即决定派出救援艇 此时的潜艇刚刚穿越乱世区 虽然潜艇遭受重创 但好在无人受伤 郭达与队员们正在努力修复通讯 不料麦克助手很快发来消息 救援艇的电力系统被破坏了 麦克立即意识到 研究所里有内奸 于是命令立刻开始排查内奸 此时的郭达也联系上了中控台 得知无法获得救援 当即决定让大家穿上潜水服 他们要步行进入基地 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一小时 郭达走出潜艇没两步 就遇见了也决定步行的张九明 两人习惯性的互损一具 就向着基站出发了 海底生物总是在人意料之外 蓝丝只是靠近了一簇发光物体 结果差点被咬穿脑袋 李加斯把鱼扒了下来 提醒蓝丝不要乱动 但他的脚步也逐渐落到最后 等到大家反应过来时 便只能看见蓝丝残存的潜水头盔了 蓝丝的死让大家意识到了危险 大家来不及悲痛 只能更加小心地往前移动 小胡子那边则是联系上了他的老板 对方竟然是张九明的合伙人 研究所的股东希拉里 他们计划在基地里解决张九明他们 而郭达这边也并不顺利 先是遭遇了鱼群的袭击 再是大家的氧气都逐渐见底 这时又有一群小恐龙袭来 郭达第一时间指挥大家反击 但梅鹰的潜水服还是差点被咬破 还好张九明和郭达一起出手 才保下了梅鹰 张九明的副手就没这么好运了 他的氧气面罩被小恐龙咬破 但好在没有彻底裂开 张九明为了引开小恐龙 直接举起照明弹想把他们赶走 不料小恐龙走了 却吸引来了锯齿沙 瞬间带走一人 大家只能加快脚步向基站跑去 副手由于氧气面罩漏气 氧气消耗速度大增 一旦氧气耗完面罩就会彻底破碎 张九明一路连拖带拽 好不容易把副手带进基站 但由于锯齿沙的攻击 阀门需要手动关闭 就这么短短几秒的时间里 张九明永远失去了他的副手 幸存的几人抓紧收拾好心情 开始探索这个神秘的海底基站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运行中的中控台 不仅如此 张九明还发现了巨量的稀土 原来海底基站的作用就是开采稀土 梅英协助郭达打开了通讯系统 他们联系上神力一号 但此时麦克正带人查看监控 中控台只有助手乔西一人 简单交代好情况后 乔西为他们指明了救生舱的方向 在过去的路上 张九明发现基站里的装备 竟然和研究所的一致 当他们来到救生舱 却直接被关在那里 这时他们才知道 乔西就是所里的内奸 他先是用救生艇威胁大家入伙 但是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他们不止非法开采 还会严重污染海洋环境 几人果断拒绝了乔西 紧接着他又威胁李加斯打死郭达 还是被李加斯拒绝 这下只剩唯一一个救生舱了 希拉里也直接用通讯劝响几人 张九明气地直接砸烂了通讯器 这下乔西直接控制基站 往救生舱注水 郭达决定自己回到入口处关闭系统 郭达刚到达控制室 就因为水压晕了过去 醒来他就看到了小胡子 几年前郭达游走在各个邮轮中 收集他们非法排污的资料 靠着证据把许多人送进监狱 而小胡子正巧是其中的一个传老大 因此他恨死了郭达 两人很快就打了起来 救生舱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海水很快就要灌满舱体 郭达就地取材终于放倒了小胡子 甚至来不及补刀 他关上闸门就跑回了救生舱 几人终于登上了救生艇 但很快他们发现 救生艇的驱逐装置故障 这样一来 他们就很难逃过锯齿沙的围剿 张九明灵机一动 决定打开基站所有的照明设备 以此吸引锯齿沙的注意 同时还能摧毁基站一举两得 几人有惊无险地逃出升天 张九明还在潜水艇里发现一箱炸药 但随着他们离开温月层 一只巨型章鱼也来到了普通海域 此时的神力一号内部也十分混乱 希腊里手下的雇佣兵占领了基站 迈克和黑哥也在监控中发现了 乔西是内奸的真相 还好黑哥包里装备齐全 黑哥拿辣椒水 迈克拿电机器 两人合作放倒了赌门的一群人 黑哥更是意外地身手敏捷 一路放倒不少雇佣兵 但到底不是雇佣兵对手 还是被逮了个正着 回到神力一号的郭达几人 也很快发现了不对劲 张九明和郭达通力合作 很快救出二人 李家司则带着梅英准备救生艇 但他们很快发现了异常 神力一号被锯齿砂包围了 此时小胡子和乔西成功会合 小胡子随口一句 中控台的玻璃不会被锯齿砂撞破了 下一秒 乔西就被锯齿砂活吞了 郭达带着一行人来到码头 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赶紧划船离开 只要不开引擎 可能也不会被锯齿砂盯上 但紧接着上船的雇佣兵 显然不知道事态的严重 还没能打出一枪 就被锯齿砂给生吞了下去 这下郭达几人也顾不了其他 赶紧拉响引擎有多远跑多远 郭达靠着张九明带出来的炸药 在船上制作起了爆裂鱼叉 还好一路上有惊无险 希拉里则是要求小胡子务必灭口 两人很快锁定了郭达一行的方向 提前登机来到了快活岛 他们想不到的是 锯齿砂和小恐龙 此时同时登陆了快活岛 这里本是个度假圣地 邮轮上还有人在求婚 可下一秒船就被掀翻过去 巨大的触手卷走了一个又一个人 小胡子带领着雇佣兵 也遭到了小恐龙的袭击 他们急忙安排希拉里先行撤离 但架不住小恐龙的无孔不入 希拉里很快就被小恐龙拖走 而郭达一行也终于登陆小岛 他们着急疏散群众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郭达决定自己带着鱼叉 先去解决掉那几只锯齿砂 其他人则是分头行动 想办法解决雇佣兵 黑哥和柯加斯四处躲避小恐龙 想要找到电话联系外界求助 麦克和张九明则是闯进仓库 寻找炸药的原料 但他俩很快就被雇佣兵逮个正着 而躲避小恐龙的黑哥两人 也误打误撞闯了进来 张九明集中生智 打开了闸门 雇佣兵很快就被小恐龙打乱阵脚 几人趁机跑路 混乱之中小屋的燃气装置被打爆 几人正巧还躲过了爆炸 黑哥用卫星电话联系到外界 而张九明则是开着观光车 准备带麦克去偷直升机 两人顺利找到停机坪 有惊无险地躲过了小恐龙 张九明抓紧时间制作了炸弹 同时他还发现了梅英 但下降高度有限 梅英没能被拉上直升机 眼看章鱼正四处作怪 张九明赶紧跳下飞机守着梅英 而郭达那边 刚刚顺利解决掉一只鲨鱼 就遇上了小胡子的追杀 他再看到了梅英身处险境 便努力往岸边靠近 结果被锯齿鲨一脑袋顶上站到 郭达靠着惊人腿力和锯齿鲨拉扯 还好站到下铁锁密集 暂且挡住了锯齿鲨的攻势 但小胡子也靠暗登陆 举着枪就想打死郭达 郭达靠一根木棍抢占先机 在一脚把小胡子踢进鲨鱼嘴里 张九明也和梅英配合 用炸弹轰退了章鱼 可这却让张九明身处险境 还好此时海棋出险 和章鱼打成了一团 竖起巨大的机翼 找到机会送走了锯齿鲨 而海棋也和张九明告别 摇摇尾巴重回了海底 几人大难不死搀扶着坐到一起 在沙滩喝起了庆功的香槟 十万伏电压加在人体上 你以为这个男人被电死了吗 并没有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他直接超越了人体极限 进化成了地表最强曼哈顿博士 全身都是蓝色光电 不仅能够穿梭世界 掌握时间和空间 还能随时随地量子分解 手掌一挥就能拆散一辆坦克 指谁谁死 这样的超级英雄放在哪个国家 都是顶级战力的存在 美国也因为曼哈顿博士的出现 打赢了越南战争 和苏联有了抗衡的力量 当然苏联也不甘示弱 掏出了百万核弹储量 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 和美国进行对峙 事实上 美国在战争期间 成立了一个叫做守望者的组织 里面都是一群影响世界的人物 包括曼哈顿博士在内 主要有六位超级英雄 常人的力量 共同在战争期间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守望者成了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 只是当和平年代来临时 超能力就容易让人类害怕 数不清的杀手为了证明自己 向超级英雄们下了毒手 各种死法层出不穷 为了适应群居物种的特性 守望者们纷纷退役 融入到普罗大众中 商界政界两开花 当然也有长相优越的守望者混娱乐圈 不过平静的日子也会被打破 一场别开生命的谋杀案 让守望者二代们感到了危机 起因是初代校将在家中遭到虐杀 他退役后一直暗中为美国政府工作 专门干暗杀的活 到头来自己也逃不过被暗杀的结局 从高楼抛尸 夜行侦探罗夏赶到案发现场查看 可惜凶手早已逃之夭夭 罗夏还惊讶发现 这个凶手的目的似乎不止校将 而是针对整个守望者组织 他找到目前的夜宵二代 这个曾经最默契的搭档 希望夜宵能够协助他一同查案 可夜宵已经习惯当一个汽车厂的修理工了 守望者的身份对他来说是一个负担 当然夜宵也没有选择做一代币 队友的死亡令他彻夜难眠 他告别罗夏后 独自去找法老王商量 提醒他小心杀手 法老王算是守望者里混得比较高调的存在 身价过亿的钻石王老五 和商界知名人士都有合作 而且还直接公开了自己守望者的身份 要是凶手有心 肯定会朝法老王下手 但法老王的时间就是金钱 他正和曼哈顿博士联名合作 开采南极地下资源 帮助美国抵抗苏联 根本没空管其他守望者的死活 罗夏极恶如仇 想救下曾经的队友 于是专门来到南极 找曼哈顿博士预测未来 可惜这个凶手太狡猾了 似乎早就预判到了曼哈顿博士 用了一种不知名的手段 干扰了博士的视觉 因此他并不能直接找到真凶 罗夏有些失望 将校将的死通知给其他守望者 虽然校将平时活得像个反派 烧杀抢掠什么活都沾点 但守望者的身份 让他们都惺惺相惜 始终以地球和平为己任 这场葬礼聚集了曾经的朋友们 罗夏没想到 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超级英雄们的能力很强 不过人类的数量也足够多 死去的超级英雄们 并不会让地球停止转动 反而能消除人类的疑心 曼哈顿博士很快成为了 继校将之后的下一个受害者 他并不能被人类杀死 却能被人类排斥 有时候博士自己都不太明白 他是否还属于人类 量子进化让他像神明一样 毫无情感 只剩下冷冰冰的电磁波 这种冷暴力 当然引发了女友思魂的不满 思魂也是守望者的一员 在曼哈顿博士 还是一个物理学家的时候 两人就开始交往了 可男朋友变成神后 他们完全无法回归正常生活 曼哈顿博士也忙于工作 思魂可能下一秒 就要问曼哈顿博士 地球和他 谁更重要这种世纪难题 不出所料 思魂最后提出了分手 和三观更投缘的夜宵在一起了 曼哈顿博士情场失忆 没想到职场更失忆 他的资源开采计划也遭到质疑 在一场关键的新闻发布会上 一个女记者尖锐问道 曼哈顿博士的能力 会不会危害人类疾病 这终于让地表最强的博士崩溃了 人类的冷漠和疑心将他推远 博士干脆直接顺移到了火星 做一个与世隔绝的超级英雄 远离这场莫名其妙的纷争 曼哈顿博士一走 美国战力直线下降 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种损人不理解的事情 但最高兴的莫过于苏联政府 兜里的百万核弹 马上就能面世成为世界霸主 罗夏仍然在查案 守望者们还没摆脱危机 法老王预感自己被盯上了 提前做好了准备 不料杀手还真敢对他动手 在开会的时候直接开门掏枪 要不是法老王伸手矫健 拥有多年的战争经验 可能也和孝将一样变成了一具尸体 他反手抄起旁边的台灯 对着杀手就是一锤 成功逃过一劫 与此同时 行走在雨夜中的罗夏也有了新眉目 他知道死神和孝将生前不对付 说不定就是死神策划了这场谋杀 搞得守望者内部人心惶惶 这样苏联就能不费一兵一卒拿下美国 只是罗夏刚刚赶到死神的家 就发现死神正是新的受害者 他和对手孝将一样 无声无息死在了夜里 罗夏几乎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场陷阱 而且凶手非常了解他的行踪 罗夏来不及辩解 立马就要从死神家里离开 但房子的外面突然冒出一大群武警 将罗夏重重包围 这就是超级英雄的悲哀 尽管他们在战争时期被奉为英雄 现在也只能当法庭里的被告 罗夏被打倒在地 那个从不被摘下的神秘面具 就这样随便丢在了一边 像守望者这个组织一样 当人类不需要他们的时候 守望者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 罗夏生无可恋地进了监狱 成为第四个受害人 可笑的是 这个监狱里的罪犯 大多是罗夏之前费尽心思抓过来的 自己明明无罪 却要遭受这种委屈 还被各种穿小鞋 吃个饭都有人偷袭下黑手 剩下的丝魂和夜宵 终于不再低调 谈恋爱的间隙 重新穿上了守望者的衣服 毕竟再不行动的话 他们很可能就要被人一锅端了 丝魂和夜宵 在监狱中救出了罗夏 他们开着飞船 消失在了夜空中 思魂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决定找前男友曼哈顿博士商量对策 他来到火星 请求博士重新出山拯救人类 只是博士不是诸葛亮 他现在无欲无求 失恋了 看人类简直索然无畏 还不如待在火星修身养性 思魂觉得他真的变了 在门口怒吼 企图唤醒他的良知 可能思魂确实对博士意义非凡 曼哈顿博士终于有了一点动摇 就算被虑了 他心里对思魂也有感情 至于超级英雄究竟算不算人类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 只要他们自认为是人 那超级英雄就可以是人 曼哈顿博士最终带着思魂回到了地球 可惜的是地球现在也变了 城市满目疮痍 遍地都是尸体和建筑残骸 杀手的领头人在摧毁了守望者组织后 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原来真凶正是之前逃过一劫的法老王 他用影帝一样的演技 摆脱了自己的嫌疑 成为了隐藏级别的大boss 暗中策划了一切 叶霄和罗夏匆匆赶到南极 质问法老王真相 这个优雅的商业人毫不避讳地承认了 起初法老王派人杀了校将和死神 陷害罗夏入狱 就连之前和曼哈顿博士的合作 耗费了十亿美金 也是为了研究出超光速粒子 以此来屏蔽博士的预测能力 顺便还能把博士逼到火星 罗夏很不能理解 这一连串的杀人计划到底有什么意义 法老王回答 意义就是为了动用曼哈顿博士的电磁力量 一瞬间摧毁四座城市 杀害1500万的人类 于是等曼哈顿博士一回地球 就成为了人类公敌 美国和苏联不打了 直接握手言和 将曼哈顿博士当成毁灭世界的敌人 这就是法老王令人小脑萎缩的和平计划 绕了一个大圈子 把所有的守望者脱下水的阴谋 疯狂中又带着一丝理性 消灭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制造战争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美国和苏联只有在面对不能战胜的超级英雄时 才会联手合作 就是委屈博士要遭受全部诋毁的骂名 不过曼哈顿博士非常想得开 在得知了法老王的想法后 他竟然表示了赞成 如果牺牲他一个能换来世界的和平 那倒也是一个办法 而且现在1500万人已经死了 也不能像博士一样复活 博士连拒绝计划的选择都没有 还活着的守望者们面对真相纷纷沉默 他们都遭遇过人类对超级英雄们的不公 知道这种偏见会带来多大的灾难 否则战争一结束 也不会有这么多队友横死街头 可人类的判断其实也是正确的 光是一个法老王就默默消灭了1500万人 摧毁了四座城市 一个超级英雄的危害堪比一场战争的爆发 曼哈顿博士无疑也是这个公敌的头号选择人 因为他太过强大 只有他站在人类的对立面 才会有人相信团结 当然守望者里也有一类 那就是罗夏 从一开始就贯彻正义的罗夏 难以接受这种落差 他不知道谁对谁错 但他知道他的同伴们接连死去了 罗夏同样不希望曼哈顿博士 遭到莫须有的污蔑 太过绝对的正义并不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 因此罗夏只能成为计划的一部分 曼哈顿博士大手一挥 罗夏瞬间灰飞烟灭 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你能想象吗 在2067年的未来 地球上的植物全部灭绝 发生了巨大的缺氧危机 人类为了生存只能依靠合成氧气 然而合成氧副作用极大 越来越多死亡病例的出现 让人类变得绝望 甚至有科学家提出 这场危机是毁灭性的 人类会逐渐走向灭亡 除非穿越到更远的未来 不然根本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伊森是一名地下城市能源设备修理工 他有一个患癌症的印度老婆 然而这种时代连呼吸都是问题 更别提治疗癌症了 打工人伊森兢兢业业上班攒钱 背后突然出现一个黑衣面罩人 二话不说就要带走伊森 伊森的同事兼好有朱迪有些担心 说什么也要跟着伊森一起走 两人乘坐电梯层层升入科技大楼 在顶楼会议室等待他们的 却是公司首席技术官雷吉娜 雷吉娜是伊森父亲的同事 两人曾经联手发明了时空机器 想要缓解目前的氧气危机 不料伊森父亲在20年前突然去世 雷吉娜只能独自继续研究 就在不久前 时空机收到了一则来自407年后的电波 这让研究员们非常惊讶 伊森同样震惊 他不敢相信400年后居然还有人类存活 然而翻译过来的电波明确写着 传送给伊森·怀特 在此之前研究员并不认识伊森 但所有人都坚信 这是来自未来的解药 如果能够找到的话 就能拯救更多人 雷吉娜当即决定将伊森送入时光机 去400年后的地球寻找一线生机 可惜伊森并没有什么英雄主义情节 他谨慎问了雷吉娜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该怎么穿越回来 雷吉娜摇了摇头 伊森勃然大怒 这完全就是不靠谱的冒险 这时雷吉娜突然提到了伊森的老婆 现在人类的希望就是他 如果放弃的话 老婆就要跟着人类陪葬 伊森犹豫了 可他内心里根本就不相信父亲的研究 在伊森八岁生日那年 父亲留下一封遗书 将一个电子手环强制戴在了他的手腕上 父亲号称自己要去追逐彩虹 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伊森的家庭倾刻间支离破碎 母亲也郁郁而终 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能研究出足够安全的时光机吗 伊森并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 留下病重的老婆独自面对死亡 好友朱迪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伊森穿越到未来 不仅仅是拯救人类 同样也是在拯救老婆 不然光凭伊森年复一年在地下打工 老婆迟早也会衰竭而亡 回到家的伊森为此和老婆大吵一架 他认为对方只是拿他当借口 本质上是伊森太过懦弱 害怕冒险 也害怕承担拯救人类的责任 在老婆不断的鼓励下 伊森最终还是克服了内心的障碍 决定乘坐时光机 他向雷吉娜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不管他有没有成功 第一份解药一定要给老婆用 时光机缓缓启动 研究员为他带上检测生命的仪器 好友朱迪匆匆与他告别 随着量子立场摄入 倒计时逐渐变成零 一阵巨大的电光爆炸后 伊森从宇宙间隙中醒来 经历巨大的精神折磨 可惜刚一落地 防护服就起火自然 伊森只能被迫抛弃全身的安全装备 却还是被爆炸的鱼波伤到 就在他以为自己马上要缺氧窒息时 却发现自己身处于一片茂密的丛林 原来四百年后 植物真的复苏了 地球再次拥有了足够的氧气 伊森缓缓在这片土地上行走 手指触摸到了植物的根茎 充足的氧气让他激动不已 他劫后余生般将自己的脸贴在树干上 轻轻对植物说了一声 你好 冷静下来的伊森想要联系总部 可惜唯一有用的人工智能 根本连不到卫星 伊森感到有些烦躁 反复检测后 他来到了一个山洞 一具白骨惊骇出现 脑袋上有个大洞 说明是枪杀而死 伊森小心翼翼去看衣服上的名牌 结果上面居然写的是自己的名字 这让他惊得出了一身冷汗 不仅如此 白骨旁边还有证明身份的手环和人工智能 伊森有些绝望 难道这就是他最后的下场吗 伊森不明白世界上为什么有两个他 但他这套旅行是为了寻找生机 干耗在这里才真的会变成白骨 伊森重新来到降落点 开始利用一切资源活下去 在人工智能的指导下 伊森通过钻木取火 点燃了希望的光明 他在丛林中找到了一串原果 人工智能无法辨认植物 伊森不想饿死 只能赌一把吃了下去 不料原果有强烈的置换效果 没过一会儿 伊森就上吐下泻 甚至还看到了野人一刀捅死了自己 醒来后的伊森发现 面前居然真的出现了人 只不过对方并不是要杀他 反而递给了他一针解毒剂 等伊森清醒后 才发现原来是好友朱迪 朱迪在监控室发现伊森中毒后 偷偷拿了一套保护服 直接穿越到400年后送来药剂 他不想伊森孤独留在这里 于是决定亲自去救他 伊森感动之余也非常谨慎 将朱迪带到了那具白骨面前 可朱迪一口咬定 这绝对不可能是伊森 不仅如此 他们推断出这附近一定有人类存活 并且已经找到了解决氧气危机的办法 伊森再次掏出人工智能 这一次总算有了信号 他们来到了一面棕色的围墙附近 检测器射出一道红光 正中伊森的瞳孔 面前的围墙缓缓升起 两人于是进入到密室当中 密室里面伸手不见五指 唯一的光源来自中央仪器 上面竟然写着欢迎伊森的到来 就好像早有人料到他能够进来此地 按下音特键后 父亲送给他的手环突兀发出警报 上面的红灯在吸了他的血后 变成了和白骨上一样的绿色 密室被重新启动了 一座一模一样的时光机出现在面前 伊森惊恐不已 手腕上的血在提醒着他 这一切的背后绝对有更大的阴谋 伊森翻开记录 父亲的全息影像突然出现在面前 向他解释时光机计划 原来在20年前 父亲同样收到了电波回音 上面的英文和雷吉娜看到的一样 同样写着寄送给伊森 没有人知道伊森是谁 但他绝对是这场时空旅行的关键人物 就在伊森迷惑之际 时空机突然发出预警 由于电力不足 核心控制室将在几个小时后发生核爆 伊森和朱迪只能返回寻找能源 他们来到丛林的边缘 巍峨陡峭的悬崖下方 矗立着一座座被藤蔓包裹的废弃建筑 这里是曾经的城市 却完全没有人类生存的痕迹 四处都是风化的白骨 人类没有坚持到植物复苏 就已经自我灭亡了 伊森顺着记忆来到400年后的家 一眼看到了老婆的尸骨 这让他自责不已 原来他根本就没有找到拯救人类的办法 就连老婆最后一面也没见到 伊森又想起了八岁的生日 在父亲抛弃他们后 家庭随之崩裂 而现在他也成为了和父亲一样的人 一样将老婆独自推向死亡的渣男 朱迪同样对未来感到灰心 但仍旧在鼓励着伊森 谁知伊森突然变脸 掏出了白骨身上400年后的人工智能 里面的录音完整记录下了 伊森正是被朱迪枪杀而死 在400年后成为洞口的那具白骨 他严厉质问自己最好的朋友 究竟有什么目的 为什么要随身携带枪 又为什么要枪杀他 朱迪觉得伊森可能是疯了 将人强行带到了时光机的控制室 想要阻止核爆 结果伊森反手关上了门 将朱迪锁在了外面 想要自己一个人赴死 朱迪连开几枪撬开了门 在最后关头将伊森救走 伊森再次来到白骨面前 彻底崩溃了 他认为未来没有改变 朱迪在不久的将来 会用枪亲手杀了他 无论朱迪如何解释 伊森都不肯相信他 他决定靠自己寻找真相 在父亲留下来的研究资料里 伊森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公司的首席技术员雷吉娜 和父亲的理念并不相同 父亲想要从未来 寻找氧气危机的办法 而雷吉娜则选择 让小部分人存活下去 他决定利用时光机 带着一批人穿越到400年后 但伊森父亲也同样留了一手 只有儿子的血 才能够启动400年后的时光机 为了获得权限 于是雷吉娜策划让伊森穿越 根本就没有什么 拯救全人类的计划 他只是想利用伊森的血 开启另一个时空的时光机 自私地活下去 就连朱迪 也是机缘巧合 安插进来的卧底 得知真相的伊森愤怒不已 当看到父亲 被雷吉娜一枪打死时 他绝望嘶吼 伊森一拳打在了朱迪脸上 朱迪同样被雷吉娜欺骗了 他接到的任务只是保护伊森 但他并不想伤害自己最好的朋友 朱迪同样也想活下去 伊森千方百计想破坏装置启动 朱迪已然认命 于是就像人工智能记录的一模一样 朱迪拿着枪指向了伊森的脑袋 伊森十分害怕 而朱迪仍在劝说自己冷静 他要改变伊森口中的未来 于是他调转枪头 死在了伊森面前 与此同时 2067年的时光机面前 排满了穿越的人 雷吉娜即将带领这一批人 逃到氧气充足的2467年 伊森深吸一口气 朱迪的死让他明白 未来并非一成不变 伊森开始对时空机进行操作 他直接破坏了主机的电缆 强行在最后一秒 阻止了时光机的运营 爆炸声响起 来自400年后的植物穿越而来 为人类留下最后的氧气 伊森在石头上刻下对妻子的留言 他独自一人穿梭在丛林中 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